4月20日22时41分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随着一阵火光 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冲天而起 将第44颗北斗三号卫星送入天空 据介绍 此次发射的卫星属于北斗三号系统 首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这种包含倾斜地球同步轨道 地球同步轨道 中原地球轨道 三种不同类型轨道卫星的混合星座设计 是北斗系统独有国际首创 将有效增加亚太地区卫星可建树 为亚太地区提供更优质服务 经全球范围的测试评估 在全球区域定位精度优于10米 在亚太区域的定位精度优于5米 同时此次发射也是2019年度 北斗导航卫星首次发射 拉开了今年北斗高密度组网的序幕 今年技术还发射8到10克肺的卫星 这个其中呢要完成我们的MEO的卫星的发射 这是取了MICSO的这种以外 我们还有MEO 能够进一步的完善全球系统的新作固定 全面的提升系统的服务性能和用户的体验 约半个小时后 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后续卫星将变轨进入工作轨道 并进行一系列轨测试 将与此前发射的18颗中原地球轨道卫星 和一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进行组网提供服务 根据计划 2020年中国将全面完成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建设 到2035年 中国还将建成以北斗系统为核心的 综合定位导航受使体系